紅方江和潤 衣服沒有紮 趕快在上場之前提醒一下 教練趕快幫忙修正 江和潤跟胡忠修 這是32公斤級的FINAL 江和潤的腿看起來比胡忠修長了一些 他試圖在保持距離的情況下 從胡忠修那邊拿取攻速 江和潤似乎在走位上沒有胡忠修 來得這麼靈活 現在節奏被胡忠修給掌握住了 得分不斷地再慢慢往上跌加 江和潤要趕快突破這個姜皮喔 還是胡忠修這邊在分數上的領先 那江和潤是一分都還沒有拿到的 兩邊在腿部的攻防之後 胡忠修的追擊來得 可能比江和潤預期的還要再快一些喔 踢完之後 胡忠修馬上搶進去 沒有踢中沒關係 馬上站一圈 搶下了分數 對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開始 胡忠修沒有像上一回合一樣比較 就持續壓死對方 他還是稍微跟對方觀察了一下 最後還是用一個 常見的踢腿後補上拳頭的連擊速度 江和潤想要趁著空檔 趁胡忠修進來說做一個後踢 但是胡忠修並沒有進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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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樣是踢腿後的空檔被無中手給掌握住了 現在到9比0了比賽還剩下差不多10秒鐘的時間 看會不會又有一個TKO出現 最後這個阻擋似乎是沒有分數的 不過吳中修基本上這個判決也不會去影響到他後續的結果 吳中修拿到32公斤級的冠軍 對他來講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待會下一場比賽結束之後 他馬上再下下一場又要再進行上無限量級的冠軍戰 所以現在趕快抓緊時間休息 對他可能只有大概將近5到10分鐘 下一回合比賽加休息時間就差不多4分鐘 你把選手入場下場拿政劍之類的時間算上去 他休息的時間可能大約只有5分鐘